日媒报道称 日本防卫省正在计划成立统合司令部 以应对台湾有势等突发情况 日本大动作成立新机构 是否会进一步加深干预台海的力度 频频在台海搅局 日本究竟有何目的 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 日本增设统合司令部 挑衅台海再升级 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 中文国际频道海峡两岸 我是李红 据台湾媒体的报道 日本防卫省正计划成立统一指挥 陆上海上航空自卫队的统合司令官 以应对中国大陆不断强化的海洋行动 和对所谓台湾有势的担忧 日方大动作成立的新机构 将发挥怎样的作用 频频搅局于台海 日本到底想干什么 就这样的话题 邀请到领岸的嘉宾展开解析 台北时事评论员赖岳谦先生 北京本台评论员张斌先生 欢迎二位 李红好 专家先生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李红你好 台北的赖先生好 全球电视观众大家好 日本防卫省又要在军事上 有大的动作 接下来通过短片 做一下具体的了解 台湾中央社 日前援引日本共同社报道称 日本防卫省已经大致上决定 要成立统一指挥陆海空自卫队部队运用的统合司令官 以及支持统合司令官的统合司令部 正积极研议组织的形态 设置的场所等 据报道 日本防卫省声称 主要是考虑到中国大陆的海洋行动增强 担心台湾有事 也需因应太空 网络 电磁波等的安全保障新领域 因此日本防卫省认为 有必要新成立一个专门的运用部队职位 以提高机动力 这个所谓的统合司令部名头起的 还是非常大的 它是想统合日本航空海上陆上 所有的自卫队 那么这样的一个司令部成立的 最主要目标是干什么 首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它日本的防卫省 也就是它负责军事力量 它的运作 就日本的防卫省 它的一把手就是防卫巷 这是一个主要的 一个负主要领导职责的一个位置 那么防卫巷一般它是文职 在它防卫省下面的主要负责 这种自卫队的相应的统筹 包括战术的安排 具体一些军事上面动作的 是它防卫省下面的 这个最高的武官叫统合幕僚长 随着它的军事部署的力量的 不断的加强 显然这个统合幕僚长 又得负责向防卫巷提供相应的 这种咨询和相应的战术的 军事方面的一些计划 又要去管理部队 显然分身乏术 那怎么办呢 日本就想我在防卫省下面 专设一个管部队的 就简单来说 用我们观众朋友能理解的话 就是它专门设一个管军事的人 所以在防卫省下面 设一个统合的这样的司令部 再设一个统合司令官 这样职责就清晰了 你防卫巷如果在特殊时期 特别是发生战事的时期 这个现有的统合幕僚长 军事方面你相对放一放 你主要的任务是给防卫巷 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 提供具体的战术计划等等 而由这个统合司令官 去专门去管 这个军事方面的相关的一些工作 它其实用意就是这个 但是在这样一个当下特殊时期 特别是日本的整体的这样一种扩张的态势 非常明显的大背景下 你设一个统合司令官 他其实用意就是把日本的军事力量 集结起来 航空的海上的路上的这些自卫队 把它变成一元化指挥 那么形成一个有效的综合战略 设定从一套未来应对各种冲突的模式 让它更加的集中 更加的清晰 更明确 运作起来更顺畅 这是它设置这个统合司令部的一个根本目的 是 刚才我们也一直在探讨 这个统合司令部设定之后 它主要针对的目标是什么 我们看到日方对外宣称说 设立这个统合司令部 主要是担心台湾有事 因为大陆现在的海洋的活动能力 是不断地在增强的 那么这个针对性 是不是值得我们去警惕的 日本很早就想对他们的防卫省进行改造 这个最主要是发生在2011年的3月11号 福岛危机 福岛核灾 日本调动他们的军队进入区域救灾 但是在指挥的过程中 他们发现指挥号令不同意 而且他们原本的统合幕僚长 花太多的时间在协助他们的防卫项 而防卫项是文官 他本身在指挥调动陆上自卫队 海上自卫队跟空中自卫队的时候 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他们就想要改革改造 讨论了很久 那这一次很明显的就是针对中国大陆 因为从他们所公布出来的讯息 他们是认为说 一旦台海之间有事的话 日本要能够介入 而日本要介入 他就必须要有一位统一指挥海上自卫队 空中自卫队跟陆上自卫队的这个司令官 对于日本这样的设立一个所谓的统合 司令官等于是要把陆上自卫队 海上自卫队空中自卫队 还加上太空作战能力 电池作战能力等 全部都集中到这一位司令官身上 因为他们认为 以前的统合幕僚长花太多时间 在跟首相之间的关系 所以以后这位统合幕僚长 就直接归他们的防长跟首相之间的关系 这就很奇怪 这有点变成像参军长这样的一个角色 那如果说统合司令官变成参谋总长 那又很奇怪 因为他又必须要有一个幕僚群 所以还要再成立一个统合司令部 一旦要成立统合司令部 他要来指挥作战 他必须要有人事管理能力 要有情报收集能力 还要有作战方针的能力 还要有后勤补给的能力 这样子跌床嫁屋 那不是跟这个防卫省很多的机构会重叠吗 这个最主要是因为日本 他们在二次世界大战 他们是侵略国 这一个侵略亚洲的国家 在战后他们设立的防卫省 是以文官来领军 也就是文官来掌控军人 这样的一个系统就是避免 重叨他们以前的负责 也就是军人最后压制文人 成为一个毒烂大权的人 而影响了日本的整个政治 现在的情况看起来 又要恢复以前的这样的一个制度 其实就会造成 权责部门之间的干戈 还有文官体制到底会不会被破坏 文官的精神会不会被破坏的情形 为什么 因为统合司令官 如果有一个服务于他的统合司令部 那防卫省摆在哪里呢 他们的职责角色分工该怎么做 更何况这个统合司令官 如果直接能够就指挥陆海空 这个自卫队 以及太空电池等各种作战部队的话 那这个司令官的权力又太大 防卫项应该摆在哪里 首相应该摆在哪里 所以我们看到日本的这样的一个 新设一个机构 就是专门来针对中国大陆 但是问题就在于 他的机构的设置到目前为止 理念思路还是不清楚 不过可能会有军国复辟的可能性 同时我们注意到 日方的一个财年报告里 竟然涉及了台湾方面的内容 接下来我们通短片做一下了解 据台湾中央社报道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政务调查会 全体会议 日前通过2022年经济财政 营运及改革的基本方针 会议上提出的修正案显示 有关外交及安全保障领域 加注了此前美日峰会联合声明强调 台湾海峡和平稳定重要性 敦促两岸问题和平解决的内容 报道称 日本自民党在经济财政 营运及改革的基本方针修正案中 加入与台湾有关的表述 实属罕见 除了刚才我们探讨的 在军事层面进行搅局之外 日本在一份财政计划当中 也把台湾问题进行了一番表述 为什么要把台湾问题 纳入到经济计划当中 这跟日本有什么样的关系 它到底想干什么 那么今年它这样的一个方针 中间跟以往不一样 加入了台湾的议题 这是很匪夷所思的 很多人不太明白 说一个财政的方案 你涉及台湾问题干嘛 你这不是要挑衅吗 跟它有什么关系 其实大有关系 大家也都明白 这个财政的相应的运营 涉及到军费 就是说它军事上的支出 你占你GDP的比例 要不够多少钱 这就是财政方面的嘛 所以它为什么要加入台湾问题呢 很简单嘛 我只有把台海地区的局势 渲染得很严重 营造一种所谓对日本的威胁 我才可能在我的财政的方针当中 提高军费 才进行相应的一个军费的支出 因为日本本身受制于和平宪法 它的这样一个军费的支出 过去都是很敏感的一个问题 一般日本在这个军费开支上 不敢大动 按以往的惯例 大概它的军费支出 占到它GDP的1% 而且日本国民啊 对这个日本政府的 这样一个财政的 特别是军事费用的支出 也是很紧张的 因为日本国民认为 你如果军上的支出提高了 意味着军事要扩张 那很可能带来外部的一些影响 日本的本身国民来讲 对这个事情是非常敏感的 所以 那么现在日本政府 要想扩展军费 它必须要给日本国民一个说法 就我为什么要提高军费 我怎么能消除这些 日本国民的疑虑 显然把台湾问题渲染的更加的严重 甚至把中国的内政问题 变成跟日本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相关 这样才能有理由 说服台湾的民众 那么日本想突破原有的和平宪法 想在军事上有所扩张 在它这个相应的经济的财政预算里 看得非常清楚 日本现在要把它的GDP中的 军费的比例大幅提高 大概翻一倍 从过去1%翻到2% 那么本身日本经济体量比较大 这2%的就是多了一个百分点的比例 那是几万亿日元的支出 所以其实财政议题里加入到台湾问题 就是为它寻求军费上的突破 来制造一个借口 那么现在日本 无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在经济上 特别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军费上 都把台湾当成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和借口 来进行扩张的话 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日本方面 在军事层面是要进行突破的 那么如果在军事层面进行突破 把台湾一直当成一张牌来打 它不可能不去介入台湾问题 所以说如果说接下来 日本方面也想打这张牌的话 它会如何的去进一步的利用台湾问题 介入台海局势 岸田文雄他的政府很明显的 在这一次他第一次去制定 他自己执政以来 所拟定的经济财政的方针 这很重要 那他自己的第一份这样的一个方针的一个计划 可是他受到自民党的制约 自民党内部目前来讲又受到安倍晋三 也就是军国主义的这些余毒 或者是我们讲的这个战犯 他们的家属的这些影响 他们把台湾有事 就是日本有事的这个写到里面来 把两岸之间的问题台海的问题 写到这个基本的方针里面 一旦写到基本的方针 你就必须要有能力 如果一旦台海有事 那就是日本有事 日本要介入的话 日本要有实力 要有能力 如果防卫预算越边越高 越边越高 也就是从1%提升到2% 在5年内要达到的话 他势必要不就是征税 要不就是排挤了其他的预算 很明显的他就是针对中国大陆 会不会影响大陆呢 其实不会 因为日本跟大陆的综合国力 已经出现结构差了 那也就是说出现了结构性的差别 而且会随着大陆的这么大的经济体 而且他的成长还是快于日本的 这样的一个情形下 所以彼此之间的反差会越来越大 各位想想 日本即使花再多的钱 也不可能跟中国大陆来对抗 所以我们的估计 日本增加防卫预算 并不是日本要单方面 来跟中国大陆来对抗 而是他一定是紧紧的追随美国 配合美国的要求 也就是说我们不得不怀疑 日本增加他的防卫预算 预计要达到百分之二 应该是应北约跟应美国的要求 因为美国现在要求北约 要把他的防卫预算 提高到GDP的百分之二 同样的道理 看起来日本也是应美国的要求提高 那这样的情形 也就是美国在背后主导的这一切 也就是说美国想把北约跟日本 都拉进来处理台湾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背后真正的应募者 应该就是美国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 有一个日台交流协会 接下来要在人事任免上 也拿台湾做文章 接下来通过短片做一下了解 据日本媒体网站报道 日本防卫省武官最高长官 自卫队统合幕僚长山崎幸二 近期与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 罗布鲍尔见面 双方认为 在严峻的安保环境中 日本与北约必须紧密合作 此外 日本政府或将再次在日台交流协会 的人事任命上做文章 有媒体报道称 曾任李登辉秘书的早川悠久 或将出任日台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 专门调查员一职 分析认为如果这项人事任命成真 将是台日最挑衅 一中政策红线的进一步尝试 我们都知道日本不是北约的成员 但是近期却跟北约联系的比较紧密 甚至日本的首相 还要去北约参加他的首脑会议 那么日本到底想利用北约做什么 美国希望利用台湾 遏制大陆的意图非常明显 但是凭着美国一己之力 恐怕他觉得现在对抗大陆难度很大 那怎么办呢 拉住他的盟友 拉住他的盟友 这些盟友包括哪呢 包括亚太地区的像日本韩国 同时他也希望把他北约的盟友 这种相应的实力 要调到亚太地区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要把亚太北约化 就形成一个封堵中国的这道铁幕 所以从目前来看的话 整体的美国的这样一个政策 就是要引入这些盟友 来对中国形成封堵 而在这个过程中 日本觉得找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我们知道日本过去一直受制于它的和平宪法 在很多方面它无法突破 而日本的终极诉求是什么 日本现在政府也好 右翼势力也好 终极诉求就需要变成一个所谓正常国家 什么叫正常国家 就是我能发动战争 我能随便的动用我的军事手段 我能向其他国家出售武器等等 所以你看最近日本的动作是非常频繁的 比如把过去武器出口三原则 在之前改成了武器转业三原则之后 最近又要进行相当的调整 以便自己日本生产的武器 能够销售给周边国家 甚至未来不排除它向台湾出售武器 仿照美国对台军售向台湾出售武器 另外在这种相应的俄乌局势当中 它的表现也非常积极 很快追随美国对俄罗斯制裁等等 那么他认为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是自己能够被解脱捆绑 实现军事扩张 甚至朝所谓正常国家迈进的 一个有力的时机 所以他的动作非常的快 日本的在台湾的机构 就我们所谓的日台的交流协会 这本身来讲 它是一个相应民间的机构 但是现在他要派他防卫省的 相应的这种正式的人员要进入 虽然说现在传的是要派文职人员 因为如果派这个五职人员的话 那敏感太强了 那就等于日本的军事力量 直接进入台海了 跟美国派兵进入台海没什么区别 但是这个动作都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日本现在它这种突破 它有一个重要的途径 就是跟北约相互勾连 本来北约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跟你日本有什么关系 远隔万里 但是你看现在双方各有所求 北约想在亚太地区扩张 日本借助北约寻求军上突破 双方今天的勾连非常紧密 四月份的时候 日本的外相林芳正 去参加北约的外长会 五月的时候 他的防卫省的统合幕僚长 去参加北约军事委员会的参谋长会 那么六月底 就是北约底的时候 北约还要在马德里召开峰会 现在已经说了 要邀请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去参加北约峰会 这是头一次啊 一个亚洲国家去北约参加他的峰会 这是没有过的 可见日本跟北约的勾结 越来越紧密了 双方之间进行军事上的这种勾连 共同在亚太地区寻求各自的利益 其中利用台湾问题 遏制大陆 封锁大陆 这个意图是非常明显的 所以现在日本加强于北约的 这样一个连结 就是希望寻求未来 日本在军事上的相应突破 一方面日本在拓展所谓的国际空间 一方面也在打台湾的小算盘 我们看到近日媒体报道说 这个台日交流协会接下来的人选 很可能会任用李登辉的秘书 那么如果说做这样的人事安排的话 接下来台日之间的交流会不会更加紧密 会不会在整个台海局势当中 更加凸显日本的身影 在去年2021年的8月 日本的在台协会 就是日台的交流协会 它的台湾情报制 它就很不寻常的 就刊载了有关于早川跟李登辉 还有跟民进党陈岁边金美龄 他们之间的关系 这个很不寻常 等于是开始帮他热身了 果然在今年相当有可能 他就会被任命担任日本 台湾交流协会的专门调查员 专门调查员在过去都是由日本的年轻的学者来担任 他的任务在过去就是收集台湾的语情 收集台湾的证情 也就是说透过这些学者从学术的研究中 去了解掌握台湾的政党 或者是台湾的民间社会 对于日本 对于两岸 对于美国之间的看法 所以包括主要还是放在于 社会的语情跟政治的态度等等 但是现在如果说这位早川 他本身是支持台独的 他跟陈水扁 李登辉 还有金美玲等这些主要的台独活动者 活跃者 他们的关系如此的深厚的情形下 他很明显的获得了民进党的充分的信任 所以当他如果派驻在台湾 担任专门调查员 很明显的 他就是要去完全掌握了解民进党的政策 而且也要传达日本跟民进党之间的关系 所以他变成是一个重要的 讯息的交汇跟桥梁 而且他有可能也在台湾 收集不同政党的政治态度 还有台湾社会与情的不同的政治态度 那么提供给日本的外务省 他们对于台政策的时候 做什么样的宣传方针来使用 所以我觉得当他派驻到台湾来的时候 很明显的也就是日本跟台独的勾连 日本跟台独之间的讯息的交换 已经是明目张胆 毫无所顾忌的 这个对于两岸之间也好 对于台日之间也好 尤其对于台湾来讲 其实情况并不很有利 为什么呢 因为即使你再好的朋友 你还是要防一手 可是如果以民进党这种 亲日亲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那日本当然就利用 使用这样的一个民进党最信任的 一个支持民进党台独的日本人 到台湾来工作 你想想岸田文雄 他们本身在谋划这个事情上面 他们的用心有多深呢 我们注意到近几个月的时间以来 日本一直在台海问题上大做文章 比如说他对外宣称的 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还有一直在强调台海局势的走向 以及他在其中想要扮演的角色等等 那么如果说未来日本一再地去干涉 和介入台海局势 那么对于台海局势的和平和稳定 是不是会带来非常恶励和负面的影响 日本在过去台湾问题上 相对都是比较温和的 虽然台日之间的这样一个连结 以前也有 但是现在这么直接 这么露骨是不多见的 为什么 就显示出他内心的一个急迫的心情 但是日本在这个问题上 去挑衅 他的风险是非常大的 你比如他借入中国内政 台湾问题来挑衅 还有我国的钓鱼岛问题上 日本去挑衅 那么中方一定要予以反制 另外在东海问题上 如果又开始翻旧账 又开始故意声势的话 一样也会遭到反制 日本跟美国情况不一样 在哪呢 我多次说 日本它不像美国 美国的航空母舰来了 打不过 它就跑到大洋那一边去了 它就回去了 而日本跟中国地理位置如此接近 你躲都没地儿躲 那么如果你不断地挑衅的话 一定会遭到中国强力的一个反制 这对于日本来讲 才是真正的危险 而不是日本现在渲染的 什么台海有失 就是日本有失 中国的内政跟你有一毛钱关系没有 你主动挑衅 最后很可能遭到这样的打击 所以日本 你看中方多次对日本表明这个态度 就是你日本在台湾问题上 为什么不要乱动 是因为台湾问题 日本是负有罪责的 在台湾问题上 日本对中国人民是负有历史罪责的 在这个问题上 如果你不断地挑事 最终必然难免重蹈覆辙 大家都知道 日本当年二战时期 军国主义给亚洲各国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那么到今天在这样一个历史问题上 日本并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也没有公开的道歉和谢罪 在这个问题上 亚洲各国对它都是心存疑虑的 都是对于日本这种军国主义的复活 或者日本又一政客为军国主义召魂 是存在着极大的一个警惕心的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不断地扩张 特别是在军事上不断地扩张 对日本带来的绝不是什么好事情 所以我们说呀 当下日本呢 可能是感觉这样一个千载南风的机遇 借着欧洲局势的相对混乱 借着美国对日本的倚重 以及美国在台海地区 甚至在亚太地区形成的遏制中国的 这样一个大的战略目标下 能够火中取栗 能够中间捞到自身的便宜 大家不要忘了 火中取栗往往会引火烧身 当然我们看到在台海地区的局势上 现在甚至日本表现得比美国还激进 比美国动作还强烈 而这一点有一方面 有美国的纵容和这种怂恿 另一方面也是日本急需扩张的一个动作使然 可以说这种动作对于日本来讲是非常危险的 日本其实一直以来 它都企图在军事上的进行扩张 而且也进行过不同形式的尝试 那么现在呢 因为民间的当局搞台独 而且以美谋独 所以说也给了日本一个可乘之机 那么日本利用目前台海局势的紧张 会做些什么 在军事上到底会进行多大程度的突破 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至少以目前日本的种种行为来看 它是值得我们去高度警惕的 好的 非常感谢二位嘉宾 对以上话题给出的解析 谢谢 谢谢李红 张先生 观众朋友 再见 谢谢李红 谢谢赖先生 观众朋友 大家再会 好 观众朋友 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